桑桥很在乎荣誉,因为桑桥的历史里毫无荣誉,桑桥的历史里只有耻辱,桑桥看待荣誉,就像当年他的猎狗看待猎物,桑桥有一只小木箱子,这只小木箱子里装满了他的荣誉。 桑桥与作为奖品的笔记本,不管是桑桥还是笔记本,那上面都有一个让他喜欢的不同级别的大红章,有地方政府这一级的,有县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 无论是奖状还是笔记本,那上面写着的都大同小异,讲给先进教育工作者桑桥。 一年里头,桑桥总要在一些特别的时节或时刻,打开箱子来看一看这些奖状和笔记本。 那时,巨大的荣誉感几乎会使他感到省晕。 现在是桑桥六年级的上学期。 桑桥早看上父亲小木箱子里的笔记本,但一直没有下手。 现在他很想下手,他马上要考初中了,他要好好的准备。 桑桑不管做什么事,总爱摆谱,总爱把事情做得很大方,很有规格,但也不考虑后果。 她将碗棍擱成割笼,就是一粒。 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我应该有很多本子,生词本,造句本,问答本。 他粗算了一下,要有十个本子。 前天他曾向母亲要钱去买本子 但被母亲拒绝了 你总买本子 桑桑沉浸在他的大计划里 激动不已 这天上午 桑桑趁父亲去镇上开会 终于把小木箱从柜顶上取了下来 然后趁母亲去丘尔玛家玩 将他抱到屋后的草垛下 他撬掉那把小锁 打开这支从前只有父亲一人 才有权利打开的小木箱 他把这些差不多都是布面断面的笔记本 取出了一数 一共十二本 他把他们一本一本的摆开 放在草上 自从读书以来 他还从没使用过如此高级的本子 他看着这些笔记本 居然流出一串口水来 滴在一本笔记本的断面上 他把其中一本笔记本打开 看到了一枚红红的章子 他觉得章子挺好看 却毫无父亲的荣誉感 等他把所有的笔记本都打开 看了看之后 他开始觉得盖章子的那一页很别扭了 他马上想到了一点 就是清除掉这一页 他要把父亲的笔记本 变成他桑桑的笔记本 只有这样 他用起来心里才能痛快 他想撕掉那一页 但试了试 又不太敢 又将其中一本的那一页 撕开一寸多长 他把这些笔记本装进了书包 但心里一直觉得那盖章子的一页是多余的 胡范以后 他到底将装笔记本的书包 又背到屋后的草垛下 他取出一本打开 花了一下 撕下了那盖章子的一页 那生意很脆 很刺激人 他接着开始撕第二本 第三本 不一会儿 草上就有了十二张纸 十二枚 大小不一 但一律很红亮的章子 像十二只 瞪得圆圆的眼睛 在看着他 他忽然有点害怕了 他私下里看了看 连忙将这十二张纸揉成一团 他想将这一团纸扔到盒里 但怕他们散开以后被人发现 就索性将他们扔进了黑暗的厕所里 下午上课 三宫的桌上 有了一本又一本让人羡慕的笔记本了 桑桥发现这些笔记本 已被桑桑占为己有 是在一个星期之后 那是一个星期天 桑桑还在外面玩耍 桑桑的妹妹溜溜 不知要在桑桑的书包里找什么东西 把桑桑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 被正巧进来的桑桑一眼看见了 他首先发现的是那些笔记本已变薄 他知道桑桑有丝纸的习惯 一个字没写好就哗的丝掉 其中有几本 似乎只剩下一小半 他在一本一本的打开看 发现那一页一页 曾经让他陶醉的盖了大红章的纸 都被撕掉了 当即 他歇斯底里的吼叫起来 吓得柳柳躲在墙角 捂住耳朵 闭上眼睛 不敢看爸爸 桑桑回来之后 立即遭到了一顿毒打 桑桑把桑桑关在屋里 抽断了两根树枝 直抽的桑桑 尖厉的叫喊 后来 桑桑又用脚去踢他 直将他一脚踢到床肚里 桑桑挥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哭着 但越哭声音越小 他已没有力气哭了 已哭不出声来了 被关在门外的母亲 终于把门弄开 见桑桑抓着棍子 浑身发颤的 守在床前 等桑桑出来再继续打 就拼了命的 从桑桑手里夺着棍子 你要把他打死啊 你可先打死我吧 他哭了 把桑桑从床下拉出 护在怀里 柳柳更是哇哇大哭 仿佛父亲打的不是桑桑 而是打的他 桑桑走出门去 站在院子里 脸色苍白 神情沮丧 仿佛十几年 用心血换来的荣誉 真的被儿子 一下子毁掉了 安徽小说 贫富广播 每周一至周六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经典回放 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 好房子 当天深夜 桑桥一家人都被桑桑锐利的叫唤声叫醒了 母亲下了床 点了灯 急忙过来看她 当她看到桑桑满头大汗 脸已脱色 在一摸她的手 直觉的冰凉时 便大声喊桑桥 她妈 你快起来 快起来啊 桑桑用一只手捂着脖子向母亲说 脖子疼 母亲将她的手拿开 看到了她脖子上一个隆起的肿块 这个肿块 她已看到许多日子了 又一阵针扎一般的疼痛袭击了桑桑 她尖叫了一声 双手死死抓住了母亲的手 母亲坐在床边 将她抱起 让她躺在怀里 桑桥站在床边问 这个肿块长多少天了 我怎么没看见 母亲流着泪 你整天就知道忙你的学校 什么时候管过孩子 你还能看见孩子长了东西 两个月前 我就对你说过 你连听都没听进去 桑桑的头发 都被汗水浸湿了 她的嘴唇一直在颤抖着 她躺在母亲怀里 一次又一次被疼痛袭击着 桑桥这才发现 眼前的桑桑轻瘦得出奇 两条腿细得马杆一般 胸脯上是一根根分明的肋骨 眼窝深深 眼睛大得怕人 桑桥翻出两粒止疼片 让桑桑吃下 直到后半夜 桑桑的疼痛 还渐渐平息下去 桑桥带着桑桑去了镇上医院 几位医生都看过来了 看了之后都说 桑小长 早点带孩子去城里医院看吧 一刻也不能拖延了 桑桑从医生们的脸上 更从父亲的脸上 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 当天桑桥就带着桑桑去了县城 桑桑去了三家医院 每一家医院的医生 都是在检查完 他脖子上的肿块之后 拍拍他的头说 你先出去玩玩好吗 桑桥就对桑桑说 哦 你先到外面玩会儿 我马上就来 桑桑就走出了诊室 但桑桑没有走出医院 到外面去玩 而是坐在医院走廊里的长椅上 他不想玩 就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等父亲 桑桑能够感觉到 父亲的表情越来越沉重 尽管父亲坐出来 是一副很正常的样子 桑桑自己不知道 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 他只知道 跟着父亲走进医院 走出医院 走在大街上 他唯一感觉到的 是父亲对他很温和 父亲总是在问他 你想吃什么 而桑桑总是摇摇头 我不想吃什么 桑桑心里确实没有去想什么 天黑了 父子俩住进一家 临河的小旅馆 晚饭吃得有点沉闷 但桑桑还是吃了一些 他发现父亲在吃饭时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筷子放在菜盘里 去半天不知道夹菜 当父亲忽然地想到了吃饭时 又总是对桑桑说 吃饱了饭 我们逛大街 这是桑桑带着桑桑 第一回夜晚留宿成立 桑桑跟着父亲 在大街上走着 已是秋天 风在街上吹着时 有了点凉意 街两旁的梧桐树 虽然还没有落叶 但也让人感觉到 再刮几阵秋风枯叶 就会在这夜晚的灯光里飘落 父子俩就这样走在 梧桐树下的斑驳的影子里 秋天夜晚的大街 反倒让人觉得 比乡村的夜晚还要寂寞 父亲看到桑桑落在了后面 就停住了 等他走上来时说 还想逛吗 桑桑不知道自己的内心 是想逛还是不想逛 父亲说 天还早 再走走吧 桑桑依然跟着父亲 路过一个卖灵角的小摊 父亲问 想吃吗 桑桑摇摇头 路过一个卖柴蛋的小摊 父亲又问 想吃柴蛋吗 桑桑还是摇摇头 又路过一个买护偶的小摊 父亲说 吃点护偶吧 这回他不等桑桑回答 就给桑桑买了一大段护偶 桑桑吃着护偶 跟着父亲又回到了小旅馆 不一会儿就下起雨来了 窗外就是河 桑桑坐在窗口 一边继续吃户偶 一边朝窗外望着 岸边有根电线杆 电线杆上有盏灯 桑桑看到灯光下的雨丝 斜斜的落到了河里 并看到了被灯光照着的 那一小片水面上 让雨水打出来的 一个个半临半暗的小水泡泡 他好像在吃藕 但吃了半天 那段藕还是那段藕 不好吃就别吃了 父亲说完 就从桑桑手中将那段藕接过来 放在床头的金属盆里 早点睡吧 父亲给桑桑放好被子 并且帮着桑桑脱了衣服 让桑桑先钻进被窝里 然后自己也脱了衣服 进了被窝 这是个小旅馆 父子俩合用一床被子 桑桑已经没有和父亲 合用一床被子睡觉的记忆了 或者说这种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桑桑借着灯光 看到了父亲的一双大脚 他觉得父亲的大脚很好看 就像自己长大了 一双脚肯定也会像父亲的大脚一样很好看 但就在他想到自己长大时 不知为什么鼻头酸了一下 眼泪下来了 父亲拉灭了灯 桑桑困了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但睡得不深 他隐隐约约的觉得 父亲在用手抚摸着他的脚 父亲的手一会儿在他的脚面上来回轻抚着 一会儿再轻轻地捏着他的脚趾头 到了后来就一把抓住他的脚 一松一紧地捏着 桑桑终于熟睡 他醒来时觉得被窝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他微微抬起头来 看见父亲正坐在窗口抽烟 天还没亮 黑暗中烟地一亮一亮地照着父亲的面孔 那是一张愁苦忧郁的面孔 雨似乎停了 偶尔有几声叮咚的水声 大概是岸边的柳树受了风吹 把积在叶子上的雨珠抖落到河里去了 第二天 父亲带着桑桑回家了 路过秋二妈家门口时 秋二妈问 校长啊 桑桑得的是什么病啊 桑桥竟然克制不住地在喉咙里乌咽起来 秋二妈站在门口 不再言语 默默地看着桑桑 桑桑还是那样跟着父亲 一直走回家中 母亲似乎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什么 拉过桑桑 给她用热水洗着脸 洗着手 桑桥坐在椅子上 低着头 一言不发 老师们都过来了 但谁也没有向桑桥问桑桑究竟得了什么病 篮球场上传来阿树们的喊声 桑桑来打篮球 蒋一文说 桑桑他们叫你打篮球去呢 桑桑走出了院子 桑桑本来是想打一会儿篮球的 但走到小桥头 突然的不想打了 又走了回来 当她快走到院门口时 她听见了母亲的压抑不住的哭声 那哭声让人想到天要塌下来了 柳柳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那样哭 她只觉得母亲的哭总是有道理的 也就跟着哭 丘尔妈以及老师们都在劝着母亲 师娘 师娘 可别这么哭 别这么哭 别让桑桑听见了 桑桑没有进院子 她走到了池塘边 坐在塘边的凳子上 呆呆地看着池塘里 几条在水面上游动着的 只有寸把长的极其弱小的小鱼 她想哭一哭 但心中似乎又没有什么伤感的东西 她隐隐地觉得 她给全家甚至给所有认识她的人 都带来了紧张 恐慌与悲伤 她知道事情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在此刻 她却就是无法伤心起来 她觉得有一个人朝她走过来 她用两只细长的胳膊支撑在凳子上 转过头去 她见到了温佑菊 温佑菊走到她跟前 用一只薄而柔软的手 轻轻放在她的肩上 桑桑 晚上来找我一下好吗 桑桑点脸头 她去看自己的脚尖 但脚尖渐渐地模糊了 桑桑最喜欢的男老师是蒋一伦 最喜欢的女老师就是温佑菊了 温佑菊会唱歌 生意柔和而又幽远 竟含着一份伤感 又含着一份让人心灵颤抖的骨气与韧气 她拉的一首好呼气 琴声够得最好的又是那首《二拳应倦》 夏末初秋的夜晚 天上月芽一翻 温佑菊坐在河塘边上 拉着这首曲子 使不懂音乐的乡下人 也在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悲愁